我们要来看一下集合运算的一些定理 首先这个A交集B呢 当然它就等于B交集A 这是可以颠倒顺序的 那A连集B呢 它就等于B连集A 这很像1加2就等于2加1 意思一样 但是这个A扣掉B 这个X级呢 它就不等于这个B 扣掉A 这两个扣掉的部分呢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性质 第二个性质呢 它这个空集合跟A交集的话呢 因为交集是两边的元素呢 通通都要共同聚 都要选出来 那空集合里面没有元素 所以它交集以后呢 它也是空集合 那接下来呢 空集合跟A连集 因为A比较大 所以呢它就是A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A跟A的余集下去相交 我们把这个图画在这里 假设呢这是余集合 假设这是余集合 那这个呢是A集合 那A集合外面 就是A的余集 所以你把它们两个相交的话呢 它是空集合 它没有共同的元素 那如果你把它连集起来的话 A跟AC连集起来的话 它就变成这个余集了 就是整个我们讨论的范围 好接下来呢 这个是所谓的分配率 A交集呢 这个B与C的连集 那么它就等于呢 A交集B 就是等于把这个A呢 分配进去 A交集B呢 再下去呢 跟这个 A交集C呢 下去做连集 好下去做连集 那这个我们也把它画一下 假设这是A集合 这是B集合 那这个呢是C集合 我们把它足迹一下 这是ABC ABC 那从这个图形上来看的话 这个B跟C相连 找个颜色 我们用这个绿色 B跟C的连集呢 就是这个绿色的部分 这是B跟C的连集的部分 好这是B跟C连集的部分 那么这个A呢 下去跟这个绿色这个部分 相交 相交 所以交出来是哪一个部分呢 用这个红色 交集的部分呢 就是 A跟B 连集的部分 跟香蕉 它就是这一块 就是这边这一块 那这个红色这个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等号右边 等号这个右边 这个A跟B的交集呢 A跟B的交集 我们找一个颜色 用这个粉红色好了 这个是A跟B的交集 A跟B的交集呢 如果我们把它描出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粉红色的这个部分 这是A跟B的交集的部分 那么 A跟C交集的部分呢 我们再找一个颜色 这个 这个A跟C交集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蓝色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呢 它跟这个红色部分 是相等的 那这个其实要用很严格的数学来证明 不过我们这边呢 稍微看一下 同学了解一下这个性质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 Dimorgan定理 就是A跟B交集呢 它的余集哦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这个A的余集哦 然后去连集这个B的余集 连集这个B的余集 那这个我们也用一个图形来 稍微看一下哦 那因为牵涉到余集哦 所以我们要把余集 画出来哦 假设呢 这是余集合哦 假设这是余集合 这是U 那这里呢 是A集合 那这个呢 是B集合哦 这是A集合 这边是B集合 那A交B的部分呢 就是中间这一块 白色的部分 这个就是A交集B的部分 那所以呢 你把它取余集哦 就是 整个这个余集里面呢 扣掉这个白色的部分 这个就是A跟B交集的余集 这个A跟B交集的余集合 好 那我们看它会不会等于右边这个 这个式子哦 那A的余集哦 A的余集呢 我们用这个 A的余集呢 就是整个这个余集里面呢 没有包含A这个部分 这就是A的余集 就是我们这边画的这个绿色这个部分 好 那么B的余集呢 我们用这个粉红色的哦 B这个集合呢 是 这一圈 就是B这个集合 那么B的余集 它就是扣掉B的这个部分 剩下来这些粉红色的这些部分 那所以呢 把这个绿色跟这个粉红色这个部分 这个绿色的这个A的余集 这个粉红色呢 这个B的余集 我们把它这样子做连集起来 那刚好就是呢 这个整个这个余集呢 扣掉这个白的这个部分 扣掉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迪摩根定理呢 还有另外一个形态呢 A如果跟B连集 你给它取余集的话呢 它就变成了A的余集哦 交集这个B的余集哦 其实 2 4 3 4 2